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屬 振興五倍券要開放領取囉 決定好怎麼領了嗎 有些銀行很浮誇的說 可以把五倍券變十倍 十五倍券 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這次一樣發揮資料型YouTuber的專長 幫大家整理了各大信用卡 行動支付電子票證的優惠比較 另外也順便和大家分享 柴鼠覺得最好用的方式 這次的五倍券不用自費了 領取很綁定的方式 大致上和上次差不多 不過數位券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 這次不管是信用卡 行動支付或是電子票證 一經綁定之後就不能再更改 不能改不能改不能改 很重要所以要數三次 數學記得我上次自己是換來換去 換到最後才換到滿意的 但這次不能再三星二億 決定就不能再改了 綁定之前一定就要先想好 第二個這次數位券除了自己綁定外 也可以把家人一起綁在同一個數位支付工具 除了主綁人之外 可以再多加四個被綁定著 也就是說同一個支付工具裡面 最多可以綁定五個人的扣打 兩萬五千元 10月1號前都可以新增或推出共同綁定 最後一點就是這次數位券的回饋 變成一個月回饋一次 直到五千扣完為止 不像上一次是要消費買三千之後 才能拿到回饋 那既然這次數位券綁了就不能再跳槽 那要怎麼把優惠極大化 在綁定之前就得先好好研究一下各種加碼優惠了 我們就整理了這一張 目前31家發卡銀行公布的 振興券綁定活動重點 從左邊開始 以個人綁定之後 可以拿到直接回饋的刷卡金為主 按照金額由大到小分成綠黃紅三大塊 請注意這裡是以個人綁定消費滿五千後 可以額外拿到的回饋刷卡金為主 其他像是共同綁定新戶、禮券、點數、抽獎等加碼活動 我們幫大家整理在右邊這一欄做參考 如果單以個人的刷卡金回饋來看的話 聯邦回饋到一千是最高的 台慶營最高有八百 台營、台中商營、和庫等等也都有回饋到五百元 都算是不錯的 但這些都是有限量的 像聯邦的一千回饋是現前三千名綁定的人 三千到一萬三千名就是一百元回饋 根本就是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所以綁定前記得要查一下銀行官網的所剩名額 請問像這個和庫不論是主綁人或是被綁人 除了五千回饋五百之外 只要消費滿八千 都額外再多加碼兩百 等於最高可以拿到三千五 另外像台營也有共同綁定的加碼回饋 最高可以拿到兩千八 大家可以再參考右邊的加碼活動 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優惠方案 不過要特別提醒 這些信用卡刷卡金和加碼回饋 大部分都是限時限量或是要搶登記的 除了手腳要快 綁定之前一定要再仔細看一下 活動規則和名額 接著是行動支付和電子票證的整理 行動支付裡這次最優的 是台灣Pay 個人及共同綁定者都有最高八百回饋 LinePay Money一卡通 則是回饋四百點的LinePoint 電子票證的部分則是一卡通 直接回饋五百除資金最高 但是要先有LinePay Money的帳戶 雖然這次一樣是各種加碼 又會眼花撩亂 但有上一次三倍券的經驗 這次應該會更好選擇了吧 納蘇你這次打算怎麼領 我覺得今年因為綁了就不能反悔 再加上去年實際觀察心得 我要改變策略 先講結論八個字 領實體券集中上游 如果我們把正信券看成一個供應鏈 它最上游的是品牌廠商 假設Timberland或是Costone好了 中間是消費同路 例如像星光商業全聯或是7-11 最後面是支付單位 像是信用卡或是一堆什麼Pay 去年一開始是從最下游 有開始出一堆綁定的優惠 後來券發下來之後 通路跟品牌就開始下促銷開始搶 順序大概是這樣沒錯吧 可是就目前看到最下游給的條件 算一算回饋率大概都在10-20%之間 有的還要加一堆條件 那你知道去年我最後是買 Seven的振興隨取卡 3000就可以換4000 回饋率立刻提高到33% 像我自己本身是Seven的消費到戶 每次平均單價大概是150-200塊左右 4000塊額度不到30次 一個月內就可以用完 但如果再往上游到品牌端就更殺了 去年Coldstone後來的活動 是可以用一張500的券換兩個換樂筒 回饋率超過100% 這個意思是說 5000塊我們如果把它綁在下游 好處是無腦簡單 消費範圍最大 但回饋率相對來講也會比較低一點 而要是往上游 雖然說要集中在同一家消費 但可以拿到回饋率也相對會比較高 折中兩者的話 我們就選通路 因為屬很確定自己平常花費的地點 就可以盡量往那個方向去集中使用 來提高回饋率 不過這個策略的缺點是不確定性 搞不好今年Seven不出隨取卡了 不過最差最差就是5000塊的實體券 讓現金慢慢用掉這樣 像我自己上次就是領紙本券 但後來我發現每次想要用的時候 都剛好忘記帶出門 因為平常不會想把它放在皮夾裡面 很怕一不小心把它弄破損 然後店家就不收了 所以只好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抽屜裡 然後每次出門就忘記帶了 到最後還剩兩張500 就只好去換Coldstone大桶冰淇淋買一送一 然後親手吃 所以這次我決定了 直接挑一家回饋還可以的信用卡來綁定 這樣就不用擔心忘記帶 就算沒有帶錢包出門 手機有綁信用卡 一樣可以手機改印刷卡 另外我自己發現現在疫情很常叫外送 我查了一下這幾個月外送刷卡的明細 差不多剛好就可以抵一個月的餐廢了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觀察自己最常消費的低點付款方式等等 找出最適合的綁定的支付工具 再來比較其他的優惠條件會更實用 以上就是這次振興5杯券的優惠整理和分享 兩張回饋整理的圖表 我們一樣是放在影片說明尼 無條件無料提供 小兄弟我們下次見 掰掰